在集中检疫期间 于10月17日出现头晕 食欲不振 呕吐跟全身倦怠 那20日 卫生单位安排就医裁检 那今日确诊 今天有新增了4例的境外移入的病例 是案545到548 那分别是从这个印尼菲律宾跟土耳其入境 那案545是印尼籍的30多岁的女性 那因为工作在10月14号入境台湾 他有搭击3日内的阴性 检验阴性证明 那入境是没有症状 在集中检疫期间 于10月17日出现头晕 食欲不振 呕吐跟全身倦怠 那20日 卫生单位安排就医裁检 那今日确诊 那因为他的发病前两天 到住院都没有 都是在集中检疫所检疫 所以没有匡列接触者 那案546是本国籍30多岁的男性 在去年12月到菲律宾工作 那今年10月13到10月17号 那在菲律宾当地出现 上半身骨头刺痛 轻微咳嗽跟嗅觉异常情形 没有就医 10月20日自菲律宾返国 那机上全程佩戴口罩跟防护衣跟面罩 入境时有主动告知 有嗅觉丧失 所以在机场进行裁检 机制确诊 那有关他的同班机接触者 共16人 那其中7人是前后两排的座位旅客 列居家隔离 另外9人列为自主健康管理 另外案547是印尼籍的30多岁女性 那是因为工作在10月8日 入境台湾 那入境迄今无疑似症状 11月11日进行这个检疫期满前的裁检 所以检出阳性在今日确诊 那他因为是期满前这个裁检 所以也没有匡列这个其他的接触者 再来是案548是菲律宾籍的30多岁女性 那过去两年多在福尔籍工作 那预定到台湾工作 所以10月13号入境台湾 那也是有搭击前三天的检疫性证明 那入境时没有症状 那在10月17号到20号 陆续出现牛鼻水 倦带修位觉异常的情形而通报 那目前就是安排就医裁检 今天确诊 那也是因为他发病前两天 到住院前也都没有这个 其他接触人员 所以没有匡列接触者 所以这个是四例的情形 最后一的情形